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庆祝观光工程二十七年 日前台南中的今年一百十二年六月七三到六月七四月月期二天 在台南新光山业新天地西门工程 基盤一丁正台二空二三台南市热食聖下观光工厂加联法的画董 观光工程加联法为台南亲自旅游年度的盛事 这次的画董将结合观光工程二十七年 正台旗行为大家典型一丁集聖下氛围和豐富多彩的加联法 请我叫林荣川标示 为了要庆祝观光工厂二十七年的画董 我们特别在六月七三到七十二天 会在台南新光山业新门广场 基盤一个很大的台南市热食聖下的观光工厂加联法的画董 通过这样可以让这些家里的画董 给了很多人知道 在台南有二十三间 是全国是最多的 在这个画董当中 我们也邀请林荣川的管区 这些观光工厂来做的那些参务 都做了十多的大位 我们的观光工厂 我也发现说在梁理事长的大片子下 可以看出我们二十三间 都会在那些账白 都会在那些账白 我们可以呈现 让大家都知道我们观光工厂 是一个真好的 为了要在这个国会当中 我们特别安排 有过来的画董 有八项 每一天观光工厂 都有安排DIY的画董 那也可以邀请大家 可以作为来参务 除了在我们一月 我们在苏家的期间七月到过去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会办一个DIY的活动 让青年鞋子和整个家庭 可以作为去现场来参务 这样可以让我们观光工厂 又吸引更多的观光人潮 也可以为我们台南 还有更好的经济 好 观光工厂 發展协会梁津森 理事长表 是 这次我们真的 很感谢 台南市政策局 就是我们局長 带领之下 把我们观光工厂的 负责工作 做得比以前更好 在这 我们先感谢 因为这次我们嘉年大会 同时配合我们全国的20周年庆 所以我们今天办了 是非常盛大跟精彩 我们都知道 我们观光工厂的场域 是集合 同时节能减碳绿能 游城 甚至呢 又有友善 又有障碍 又有障碍空间 国民 甚至呢 我们是一个很好的 高佑的场域 所以 我们希望这些 很好的场域 可以做这次的活动 让我们所有的市民 都知道 我们台南市 大力提供的观光工厂 有很好的场域 让大家可以来 希望我们所有 记者媒体的朋友 可以到三天 把这些好的场域 借这个机会 提供给大家知道 所以呢 在这里先给大家 睡着地下 医生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那我们是 位于在忍者的 鸿泰玄灵胶 世界观光工厂 主要是生产 医疗器材的制造商 那因为玄灵胶 它的运用是非常的广泛 因此我们除了做 像冰敷热铺用的冷热铺包 还有电凉用的 皮脂波中瓶电凉机以外 那我们也结合水灵胶 来做小朋友最喜欢的 文创DIY 水灵胶芳香公仔 那这次呢 我们也会在 4月 6月3号 4号 现场会带着 我们的水灵胶芳香公仔 让小朋友们 还有大人们 可以现场体验 我们的DIY活动 谢谢 各位媒体朋友 然后还有我长官 大家好 我是康纳香部支部 穿银王国的父母 那因为前面 关于我们6月份的活动 前面这个女士长 还有长官 已经有介绍很多 我这边再稍微 补充一下 就是我们6月3号 4号 在这个市集的部分 我们一样就是会 呃 会销售我们那个 你知道大家耳熟能详 畅销的 狮子巾的产品 还有是口罩部分 就会针对小朋友的部分 然后我们都是以组合的商品 来做贩售 那其实价格都非常的优惠 然后在6月份的活动的话 我们出了两天的那个 嘉年华 然后在6月10号 我们还有举办一个 端午平安快乐包的DIY活动 那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公告出去了 那其实 呃 反应还蛮好的 所以现在只剩下 少数几个名人 那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让你的小朋友 都可以赶快去 重复报名 这样子 谢谢大家 我是美雅家具 观光工厂的心仪 那我们公司呢 主要是在白河 那以木制家具为主 那在2015年 转型为观光工厂之后呢 我们就致力推出一些 嗯 木制的文创商品 那小朋友可以DIY 那举盘木制的家具 文具 玩具 这些都是我们DIY的选项 那因为我们观光工厂呢 蛮注重在亲子的这一块 所以我们推出的一些 呃 木制玩具呢 都是可以增加一些趣味性 互动性 那我们在嘉年华的这两天呢 也会把这些木制的玩具呢 带到现场 那今天也有带一些展示品过来 让媒体记者们 待会可以体验看看 那我们在第二天嘉年华的时候呢 呃 也有安排一个小赛车的DIY 那适合亲子一起来同乐 那DIY完之后呢 我们会送给他我们公司的 VIP条件 那也欢迎就是 呃 当天体验的朋友呢 可以后续再到我们包工厂去玩 那近期呢 我们白河 是莲花季 那我们也有针对 莲花 呃这个 呃 呃 那就是尽量跟地方结合 那也有推出一系列的莲花的木制文创商品 哦 比方说 呃 呃 莲花的推盘 呃 呃 呃 莲花白河意向的灯香 等等 那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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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代表副農人副董事长的 姚清磊女士 来出席今天的记者会 那 那我开心就是 我们之前是在公演员的 积极協助之下 在2014年在高雄湖内 成立了我们的公共工厂 那我们公司主要是在做 环保武毒的橡皮叉 那全天然都是无添加瘦化剂 以及PVC 对那我们馆内比较人气高的 活动就是橡皮叉的手作DIY 還有彩色筆跟筆盒等等的 都是文具類型的DIY 那我們這次在公公廠 6月3號的最後一天 也會帶來雙拍筆盒氣概外的活動 那就可以外帶大家一起過來看看 謝謝 親愛叫我林中川基辰 台南觀光廠主題豐富得完 生計知識性加五六星 未來將會繼續協助觀光廠 成績轉型 搭著優先路由環境 並塑造台南優質觀光廠市 而且不僅有觀光廠加聯罰 6月7日到6月31日 同時推出2023台南市熱勝下 賀磊講不完 挑選外動 中行包括智慧手錶 在名飯店 餐天餐餐餐和觀光廠的效果 還有一個外動詳情 歡迎到台南市觀光廠官網查詢 以上是突發網的新聞網報道 有鮮的動詞 我來做成績 我來做成績